欢迎来到本周的V生命因素 大家好,我是Wendy 在今天的内容当中呢 我们来跟大家分享生命因素九宫格 六二这条连线 在亲朋好友以及亲密爱人的相处上 他的行为表现以及内心渴望是什么呢 六二这条连线呢 主导的是和平和体贴 在关系上面也代表的是 贴心和善解人意的特质 六这个数字代表的是 期待愉快的氛围 体贴度很高 情感的感受度也是非常敏感的 二这个数字代表的是神秘 愿意跟团队合作并且愿意沟通 综合以上两个数字的特点 六二这条连线 在关系相处当中 我们也叫他叫善解人意线 在关系中很愿意担任 气氛调节者以及和事佬的角色 这跟你们数字当中 六的温柔善解人意 以及二这个数字 追求和平细节 还有敏感度非常高的特质有关 在关系中呢 你们是团队中的开心果串联者的角色 有你们出现的场合啊 总是能够和乐融融笑声不断哦 综合了六和二 两个数字都非常具有暖心特质 有六二连线的人会选择 用比较幽默的方法 不按牌理出牌的方式来去处理 或是面对比较尴尬的情况和关系 但这边提到的幽默和不按牌理出牌 不等于不正经哦 或是用不聪明的方式 你们反而是高智慧的代表人物 因为你们相信事情 只要好好沟通 并且清楚地表达 都有机会达到更好 让双方愉快的结果 所以不想要用太严肃 甚至是用指责的方式 来去让对方知道做错了 或者是让对方知道 你必须改变你一些做事的方法 那有六二连线的人呢 在关系当中 他们在乎的是什么呢 其实六二连线的人 在感情的处理上面其实比较含蓄哦 通常会将感情生活 日常生活 还有职场生活 做非常清楚的切割 不同族群的人啊 你就会用不同的方式 来去跟对方相处和交流 所以有时候有人会说 有六二连线的人有一层保护色 在他们身上 那你们只是想要保护自己的生活圈 以及尊重朋友们的选择哦 因此有六二连线的人 不会强迫自己的朋友 一定要跟自己喜欢的人事物一起 你们可以各自分开做各自的事 你可以只跟他有一个喜欢的事 你跟他也可以 所以你没有强迫说 假如是我的朋友 全部都要一起来做同样的事情 或是有一样的喜好哦 所以有六二连线的人 希望自己和另外一半 以及自己和亲朋好友 在相处的时候 都是能够轻松自在的 所以你不会强迫 另外一半和亲朋好友 必须互相接纳 或是一定要有什么样的方式交流 在跟亲朋好友相处的时候啊 你们会希望在你们相处的时光 都是充满快乐有趣的哦 你们不擅长拒绝身边的人 所以身边的亲朋好友 跟你开口请求协助的时候 你几乎都会答应对方的要求 即使那些要求可能看起来 有些无理头 甚至是不合乎社会常态哦 但因为有数字六汉二 这种体贴啊 希望成全对方的特质 让你们的忍受度 还有包容度 就会比一般人高 非常非常的多 跟你们接触过的亲朋好友 他会觉得是你们是 乐于帮助大家的好人 但如果你一直都把大家的需求 放在第一位的话 常常来说 对你们的身心灵 并不是一个太健康的选择哦 温姐建议你们不要把自己 当成一个大类人啊 一定要帮自己找到付出 和接收的平衡点 最后来看 有六二连线的人 在跟另外一半相处的时候 会展现哪些行为特质 以及爱对方的方法 我觉得有六二连线的年轻的时候 选择的对象啊 比较容易出现跟自己的生活环境啊 或者是条件落差 比较大的恋爱选择 因为你们非常清楚 知道恋爱和结婚的差别 所以选择对象的时候 并不会一定要按着 社会的标准来选 较多的时候 你们比较在意的是 是不是情投意合啊 然后双双在一起 是不是快乐没有压力 这样就好 但如果你已经来到 失婚年龄的话 你们就会开始参考 家中长辈以及 符合社会期待的对象 应该要哪些样子 甚至有的时候 你们很容易出现 闪婚的决定 就算为人看来是闪婚 可是其实我觉得 整体来说 你们在选择对象的时候 已经想得非常清楚 当你决定要结婚 以及你开始在 约会的对象的时候 比较容易想婚的原因 是在这 因为当你愿意 去跟他认识的时候 他身上就有一些 顾佳啦 尊重彼此啦 甚至是你们 金钱观一致的特质 所以有六二连线的人啊 其实问题本人是 没有带到的建议的 因为你们一直都是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任 并且找到双方都可以接受的相处模式的人 只有一个小小的提醒 婚姻是要走一辈子的 所以对于自己的期待 还有底线这件事情 还是建议大家 在刚刚认识的时候 就要表达清楚 避免压抑太久 会造成你们的情绪大爆发 就得不偿失了 以上呢 就是我们针对生命灵数九宫格六二连线的人 在情感 还有跟亲戚相处上的人格特质 以及内心期待 希望你们会喜欢今天的内容 我们下周见